那我們就來解個成就 這隊可以解總共雙成就 水人 泉水人的一個配置 感謝CHUNG的港幣10塊斗內 新黑金是不是不穿衣服 我很期待 不穿衣服就真的神卡了耶 管他技能怎樣 一定抽爆 然後神魔之塔直接變18加的遊戲 新黑金是什麼 還沒有出來消息啦 但我們從該故事中 應該可以得知就是那個跟 殷奇都開車的人吧 是不是那個 感覺就是那個啦 所以期待一下他要怎麼樣 有個開車的美術圖 好 很期待 希望新黑金不是黑黑的皮膚 不知道 第三關 會不會打太快啊 應該還好 我跟你講這邊有個小訣竅 就是你可以 消個十字 懂我意思嗎 消個十字 這樣就會有減傷 有沒有 十字 十字 懂嗎 然後這樣子我們 減傷幅度就會比較高 要消木珠是不是 好像是要消木珠齁 消個木珠 十字 這樣 好 十字消好之後 剩下的珠子再 一一的消除 其實露一露就可以露出一個十字來了耶 有沒有 露個十字 露十字 好 轉 這樣子 有下彎的隊友 但沒有鑽石的隊友 我該選誰 什麼意思 你覺得Omix嗎 喔可以帶有他了 來試試看 那如果要帶有他的話 就不用露十字了 就直接 手轉 露一個橫 橫條 橫條六顆就可以了 啊為什麼那個 日月狼的印記還在啊到底 然後他血量不多啦 基本上有解到盾就過了 好 第二條解條 好 他這個是同鼠防禦90% 所以我們洗個技能 洗到那個冰河可以變身就可以過了 然後不能手消光 欸其實不用 欸其實冰河不用變身應該可以打得過啊 試試看 開個爆發 這樣應該就可以過啦 然後不要消到光就行了 疊個嚕 這對傷害應該也是沒問題啦 畢竟這舊關卡 過完帶有四季有稱號嗎 我不知道欸 帶有祭祀 我不知道 但是會得到兩個青龜龍科 欸破億了欸 喔喔喔喔 輕鬆 好 欸其實這個沒難度啊 那嚕一嚕就過了 只是那十五 十五的盾牌那個比較麻煩一點 其他都還好 甚至我覺得不用帶冰河組合 好像都會過欸 隨便組一組就過了 先攻冰洞 那是日月朗特效啊 但不知道什麼他還在 很鏘 我們剛才實測完日月朗之後 他就一直陰魂不散 看故事那段可以上傳嗎 應該會吧 明天 明天我們 上傳給大家看 讓沒有 直播沒有看到的朋友 可以一起開車 好這邊它是三屬盾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透過消L型來無視 這個盾牌 所以我們就來試這件事情 那開個竊王 其實這邊已經有三屬強化啦 喔這個轉掉就沒有了 好那我們就來 呃用個 L型 好啊就這樣 L型 好轉好了之後 再轉個直行 就差不多了 那你就可以獲得所有的能力 就這樣子 放在這放在這 好這樣子可以 L型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直接無視這個盾牌啦 打過去 欸跟他們做球嗎 呵呵呵呵呵呵 做球給這個新的大將 好啦輕鬆過 我覺得不用冰河也可以過啦 不用冰河主了 你隨便帶一個 增傷的水人都行 隨便塞水人都行 甚至它 不用增傷啊 你直接開它主動技能就會過啦 所以啦 輕鬆 如果你要解傷成就的話 泉水人可以用這一隊 登登登登 最新紀錄 我今天打太爛了吧 之前是怎樣 臨時通關 就應該坐在這一個 我來看 你我也要認識 你